好, 有請第二個回合的第一位挑戰者 不代代言人吳能 吳能師傅 剛才你們要找出黃先生做一個測試者 而第二個測試就是 在你前面的黃先生 你會覺得他發生了什麼事 能夠扭轉自己的命運 又或者你能不能夠用通靈術 說出他那件事究竟是什麼事 我不能夠 我不能夠 不能夠?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前一輩子的債出來了 他有個女鬼跟著他 他幫不了他, 他的債要還 剛才我上過來的時候 我跟他溝通到, 他很表達 他想打他, 想打他 現場所有人都跟Kathy的反應一樣 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我做不到, 我不想他做 我問了我的筆帝 這些是他要還的債 不可以他這輩子一直都要還給他 對, 所以我幫不了他 他, 攝製隊 現在只希望下一位挑戰者 能夠找出正確答案 你會否介意寫一個中文字給我 隨意意 柳榮, 你是否會用 塔羅通靈術去通靈? 好, 好 這麼大, 寫一個死字 很大件事 那個嘉賓, 傷得他最深 是跟生死有關的事件 所以他才會用這個字 用這個字可以有幾個層面 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狗死一生 因為那件事, 我就重生 二位女神, 跟女人有關的貴人 救回你 即是把泥毯清醒你出來的貴人 是個女人來的 是個女人來的 他說女貴人捐贈給我 救回我的人是男還是女 我也不知道 是 OK 雖然證實不了黃先生的貴人 是男還是女 但羅榮說的內容 似乎很接吻事實 那一刻, 甚麼都不重要 即是突然失去了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的死 是影響了他最多 是他的人生 他人生觀不同了 但因為他的人生觀不同了 反而令他成功了 貴人的女性朋友 而死了之後, 扭轉了他的命運 第二, 他現在在做的事 令人很驕傲 是幫助了一些年輕人的團隊的事 應該差不多是這樣的 接下來 輪到全日狀態都很差的衛衛 這次他簡直不敢走進去 司律問他發生甚麼事 衛衛沒回答, 傻慢地說 不行, 不能說 這個測試我不想玩 因為剛才你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進來之前… 但我會嘗試 你會嘗試? 是 但這個測試 你不想玩的原因是甚麼 可否告訴我 我覺得不舒服 我知道有些事… 天有安排 我來到這裡 我也是一個煩人的肉體 我未必可以改變了甚麼 不僅不能 就連惠惠都說要放棄 很難令人相信 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口口 我想在你人生上給多點建議 如果你抽牌出來說到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抽出來 我應該是可以說的 如果你都不能說 抽也不會讓你抽出來 其他的東西我不想多說 要繼續用你不拿筆寫自己的手 抽兩隻牌給我 其實我相信你很清楚自己… 一些做完 上世因、今世果 有很多東西真的影響著你 不要放棄自己 你今天做的事 都是一個因 他都會引發後面的過 可以做到的事 好好地去過你的日子 現在這群傻子還沒上場 他參賽以來 都聲稱自己可以看到人的前世 遇上黃先生這位嘉賓 不知道他有看到甚麼呢? 去到某一段階段 就會出現一些影響生命的毛病 整件事 你可能要去面臨一個重大的手術 要去面臨一個重大的手術 去找了一個師傅 去幫你解除這件事 加了一些東西到你的身體 做保護 很硬的 令你有強壯的身體 繼續活下去 找到一個師傅 就幫了我做了一些事 明白… 就放了一些東西在你身體上 是否真的可以計算到 就是有一個醫生 把一個器官放進去 令我健康呢? 我覺得這件事比較吻合 加了一些東西到你的身體 做保護 然後再去恨善積德 去改變你現在的命運 在我剛跟你去連結看的時間 剛才Dap在桌上畫下了兩個公仔 到底代表甚麼呢? 然後也看到 Dap不知為何 說一說 突然停下了 其實我停頓了兩次 這兩次就是有事干擾了我 不讓我說 你前世得罪了女人 還要殺了別人的女兒 你前世債 今世華 是很難去幫她的 只要她今世肯低起深光 我去面對我覺得是可以化解的 今天這一集我是… 我曾經有一度想哭 她的前世 不是現在看到這個人 我覺得對黃先生很不公平 那一刻我很替黃先生 難過 因為我認識的黃先生 雖然我短短見了她不太多時間 她的心體很好 她是幫了很多器官捐贈的康復者 去接受自己 面對自己 但你竟然說我前世做了一些很大的罪業 誰知道自己前世做了甚麼 那令我想到一套電影 《大隻佬》 劉德華怎樣想救張柏芝 她說她即將會被人殺 會把頭斬下來 就是因為她前世是殺人 很想告訴我 我們有多少人知道 我們前世做了甚麼 那是不是對我不公平 我前世做了的壞事 我今世要還 但我可否冷靜下來之後 我唯獨可以做的 就是我今世做好自己